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希望好所在希望好所在 其实我们常在讲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有非常多的人事物 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发掘的 而这些人事物呢其实透过我们节目的邀请 常常就是来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观众朋友专访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透过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专访 更能够了解原来我们身边有那么多的精彩的人事物 而且每一个人每一个事好像每一个家庭里面都有很独特的故事 我觉得这些故事呢真的都是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可以变得更美好的一个事情 像今天这一集的来宾如果说我们等一下来访问到 其实从他们之间小小的互动里面 我就可以深切深切的感受到他们 之间彼此的信赖彼此的默契跟彼此的关爱 而且呢今天这一集的节目可能是创下我们节目 有史以来这个年纪最小的来宾 因为我们有一位四岁的小朋友非常可爱非常活泼非常天真的 这个东东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今天为您介绍的这个是我们的来宾是马花卷艺术工作室 我们的陈俊颖先生以及林颖茲小姐还有他们的宝贝东东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来请跟观众朋友先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们是马花卷艺术工作室 我是陈俊颖 我太太林颖茲还有我们的小孩东东 那叫马花卷呢是因为像感情很好卷在一起 所以我们是大卷中卷小卷 就是永远不分离这个名号的由来 對就是像麻花捲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吃過麻花捲 就知道是說它是這個交結在一起 而且就是這感情甜到分不開 而且麻花捲這個口味是甜的 也有鹹的 其實很怕大家以為我們是賣吃的 其實剛剛那個 因為之前這個節目的製作人他就會講說 我們又要請到麻花捲來上我們節目 我現在想說麻花捲是對傳統小吃嗎還是什麼 不過其實今天看到我們陳先生跟林小姐 就是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那還有就是我們這個年紀最輕的一個來賓 真的是我們節目從今年二月開播以來到現在 還沒有那麼可愛的小來賓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所以我們是不是先聊一下是說像 您兩位都是從事這個藝術創作 但是好像我們剛剛在節目開始的時候 講到其實兩位都不是本地人 對不是本地人 那怎麼會因緣際會來到淡水來落地生根這樣子 其實這個因緣還蠻有趣的 因為其實我是彰化人 我太太是新竹人 那我們是結婚以後才來這邊的 但是結婚以後呢兩個人也都放下了工作 就是原本原本我是在一個企業上班 那他也是在另外一個地方上班 那我們為了結婚呢兩個人都辭職了 然後對換到這個地方來來淡水這邊想要在這邊 在創一個自己的一個新的事業這樣子 所以才有過來 一方面喜歡這個地方 對喜歡淡水這個地方 所以之前在這個還沒有結婚之前是兩位的 該怎麼講 就是說兩位的這個生活上的這個主要收入來源 也並不是藝術創作 並不是 對 其實這個 我是美術老師 是 您是老師 OK 那您之前是在 您說也是在企業上班 對 也是在一個企業上班 OK 後來也是就 對自己來 對 是 所以現在在淡水 其實是很感謝那個淡水古蹟博物館 因為我們剛來的時候 其實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因為一方面也工作也遲了 那想要找一份新的工作 但是後來呢 覺得 淡水工作其實不好找 對 那一方面呢 剛好淡水古蹟博物館有這個機會 那我們在裡面住村 然後就開始了我們的 這個 等於是說在淡水的這個創作生涯 是從這邊開始的 對 是從這個住村開始的 是 對 那您剛有聊到 因為像志穎你本身是苗栗人啊 太太是新竹人 髒話 髒話 對不起 所以說 俊儀 對 所以說其實 真的是 好像比較難 怎麼講 就是說 到為什麼會因緣際會 因為我們之前有一些來賓 他其實是譬如說在淡水 舊學 舊讀 或者是說 本身就是 一開始就是淡水人 那時候怎麼會想說 找到這邊 其實 真的是因為喜歡這個地方 對 淡水是古蹟最多的一個 密集度比較高的地方 可以寫深的地方 他的人文呢 還有 他的生活機能 現在都是很完備的 那要海呢 就有海 要山也很近 就是一個 一個很 靠山靠海 對 靠山靠海 都有得去的地方 那其實我們 我們也知道說 這邊其實也住了很多 之前住了很多藝術家 在這邊 在淡水啊 山芝之類的 對對對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 創作的好地方 對 是 選擇在這邊定居了 而且在這邊也就是 從 共主這個家庭 然後東東也在 這邊誕生 他是淡水人 是 欸 那是不是也跟我們 觀眾朋友其實一開始 就聊到是說 這個俊宜也好 或者說我們的影姿也好 其實就帶來了 非常多的作品 那其實這作品都非常的 大件喔 所以說剛剛 我們本來說要擺在 我們的這個節目 欸這個節目現場 但沒有辦法 不過我想說 是不是也可以先讓我們俊宜 先介紹一下他的一個作品 而且我覺得說 您的作品每一件都 很有特色跟很有 童趣 我可以用這個 這個形容詞嗎 我們是不是先看一下 這第一幅作品好不好 好的 來 小心 小心 喔 對不起我講童趣是講另外一幅 這一幅是完全滿寫實風格的 是 那 呃我先介紹一下 作品的 呃 概念好了 好 它的概念其實是 拿過來一點點 我拿嗎 好其實這樣可以 好 是 我的概念其實是因為 之前我們在 我這樣一路走來 從大學我在吉他社 然後一直到 做有關於樂器的工作 那 不管是在教學還是在製作上面 我都發現 很多人在學習吉他的時候 或是烏克力都喜歡把 嗯就是 想學但是可能 到某個瓶頸就斷掉了 嗯哼 對那就把樂器放在袋子裡面 其實這樣子對樂器來說是很不公平的事情 因為 這個木製的樂器其實它就是要吸收到很多環境的聲音 它的木頭的聲音會越來越好 而不是放在袋子裡 就是久了以後拿出來聲音會覺得很難聽了 就 根本就不想拿出來 你把它忍落了 對就忍落了 對像以前吉他社的班級可能一開始 很嗨的時候一開始九個班 對 然後交一交碰到瓶頸變八個班 七個班六個班五個班 嗯哼 最後就剩下幹部了 這大概是 所以這些吉他都到哪裡去呢 就不知道了 對 所以其實它也是一件藝術品 希望大家把它掛出來 對 所以有了這樣的概念 這樣可以把它掛在牆上 那 嗯 對於繪畫呢 其實我是半路出家的啦 所以 是因為碰到我的太太 因為她本身就一直有在畫圖 嗯哼 那我是 我是高中畢業以後 我就 我就 就 封閉了 嗯哼 對因為 那時候的考試壓力跟 跟就業方向 都不是這個 對 其實跟一般的台灣人來講 好像小時候我們會學一些才藝啦 樂器啦 但是到了高中可能就面臨到這個高中聯考大學聯考 所以你就開始就放下 對不對 那其實我們應該都很類似啦 嗯 那我也是很幸運的結婚遇到他 嗯哼 對 然後我又開始有重回 重拾畫筆的那個感動又出來了 是 所以我就開始又做畫 那 嗯 它這個作品的概念 它是掛在牆上的作品 嗯哼 對 那你隨時呢 可以把樂器想要彈的時候 就把它拿下來彈 它也是 有樂器或沒樂器都是一幅畫 對 那 只是把一個樂器 用彩繪的方式把它融入在畫裡面 嗯哼 對 那 這是我來淡水以後的第三個系列的作品 對 第一個系列是淡水八景 有關於淡水八景 風景的部分 嗯哼 那第二個系列是有關於淡水的廢棄物 就是在淡水隨手可得的廢棄物 把它做成一件作品 對 都是跟淡水有相關的 那這個是第三部 這個系列是淡水的五個重要的街道 嗯哼 對 它包含了真理街 呃 清水街 還有中正路 呃 還有那個 欸 真理 真理街講過 嗯哼 然後 重建街 對 就是淡水比較 在地人比較清楚的 而且是屬於生活中心的一個街道 嗯 比較有趣的街道 是 以它為主題 就是也是最我們傳統的就是所有的這個商業生活 人文生活的發源的一個地方 但算是您可能剛從彰化搬上來啦 然後過來到這邊生活的時候可能最常常接觸的這個街道 對 而且 嗯 我發覺是說您這樣的畫作畫應該就會是先畫好畫作品之後 您再畫這個 再畫烏克莉莉 對不對 才會融合進去嗎 對 所以說這個烏克莉莉也是可以彈奏的 是可以彈奏的 OK 它是 它也是個樂器 對 它不是裝飾品 不只是裝飾品 所以你就是可以在彈奏的拿下來彈奏以後再放回去 當成變成一個白飾品 對 家裡的白飾品 就是一幅畫 嗯 其實觀眾朋友真的這樣子看 尤其是我們從這個攝影機的畫面看進來喔 其實這個烏克莉莉真的是完全融合在這個畫裡面 就我們如果說沒有仔細看的話 就這確實很像就是 呃 我們常在看什麼 有一些日本的綜藝節目什麼天才變變變啦 或什麼它好像就是完全融入背景那種感覺 對 所以說這一幅畫是 您也透過你自己的一個觀察 然後去現場做一個寫生的動作 所以就是畫出 等於是這個就是當時現在街道的一個樣貌 對 所以你包括店家啦 什麼你都是有把它給秀出來 一排的摩托車 所以其實您的觀察其實就是 這個淡水現在的一個街道的一個生活的景象 對 嗯哼 其實這個系列對我來說還蠻挑戰的 是 因為 街道的生活其實就是要在熱鬧的狀況下 發生的 對 就是讓在熱鬧的狀況下 所以 在這畫裡面其實 其實還可以很乾淨的 可是我不想把它畫得很乾淨 因為 這樣就變得很冷清的街道了 嗯哼 所以在這系列的畫裡面充滿了人 充滿了 各種的東西 所以畫面有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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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雜亂了一點 對但是我覺得就是要把這個這個熱鬧的部分把它呈現出來 對 但是反而 給我們感覺是很色彩繽紛啊 是很鮮豔很亮眼很 因為我之前自己是在嘉義市政府擔任文化局局長 那時候我們嘉義的這個油畫 就是所謂比較有名就是所謂的陳陳波先生的油畫 那那個時候大家就講說我們透過現在二兩千 二十一世紀去看一九三十年代陳陳波先生那時候的油畫 就是說他當時的嘉義階級 我們就看到有這個什麼賣兵的小店 有人打陽傘 有電線桿 確實用透過那個時候還沒有照相技術沒有那麼普及 所以確實透過這個陳陳波先生的油畫 來告訴我們當時一九三十年代的嘉義市的人怎麼生活 那其實今天我們看到俊宜這邊的一個畫作 如果說再過個五十年一百年 也許以後的人透過您的話作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原來五十年前一百年前的淡水 他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對不對 包括說這邊我們看到這個知名的藥妝店 看到這個餅店 然後看到摩托車排在這個一排停在旁邊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淡水 沒錯 對所以我覺得真的畫得 可能觀眾朋友尤其是你看這樣子透過這個鏡頭看 真的是完全融入 這個烏鶴莉莉完全融入跟您的畫作一起 那另外我們看到另外一幅作品 我剛剛講的是所謂比較童趣的作品 是這一個系列對不對 來請 好 這個又完全不同風格 這個就不是在某個系列上面 這是純粹為了好玩 對當時在 在 那個海關碼頭的藝術市集的時候 我在那個當下畫的 對那時候給我的感覺 我就把它畫出來 其實他是一個動物的熱鬧派對 對 對就是 生日 對生日派對 那因為貓咪的生日 對所以他拿了一個啤酒 對然後大家在旁邊一起陪他過生日 那也獅子大聲公也彈著一個烏克莉莉 對 對 那希望 他是主角 對 他是生日的獸星 對 有青蛙有小兔子都受邀參加他的Party 對 如果你覺得這幅畫很有趣的話 就把烏克莉拿下來 拿下來跟他們一起玩吧 就是這個概念 對 就是跟他們一起 一起進行這個派對活動 嗯哼 對 這個是個想法 這個是個想法 2015年 所以那個時候你已經有小朋友了 對 已經有小朋友了 所以因為看這個畫非常的童趣 非常的鮮豔 很很很搶眼的一幅畫 所以我們在想 我剛剛一看到就想說 是不是畫給您兒子啊還是什麼 就如果小朋友從小看到這樣的話 其實我相信這個 對他的人格發展或說對他的 這個視覺可能都非常的有幫助喔 是 這個 對 這個也是 給那邊 就是來參觀的一些小朋友 因為其實在那裡 我們會做一些很多手做的東西 DIY 那 太複雜的東西他們做不來 所以我就想說 做一個可愛的東西 吸引大家過來這樣 是 只是這個概念 對 那其實這就講到我的第一幅作品 萊淡水的第一幅作品 其實只是為了幫家裡增加一個擺設而已 對 就是DIY 做一幅畫我要送給我太太的 對 不是這一幅 是一幅 另外一幅 那幅是貓咪置信師 藍色的貓的 就是一隻貓咪把烏克力拿出來給大家 說這把琴我已經修好了 已經做好了 請大家談吧 就是那種感覺 那其實只是在家裡想要增添一個裝飾品而已 並不是為了要做什麼 演出或者是 或者是 或者是展覽之類的 都沒有 沒有想到 對 就很單純的只是要幫家裡做一個作品 對 對 一個擺設 對 然後送給我太太這樣子 是 那也是做這種童趣的東西 對 但不管怎樣 這個童趣的畫面 我覺得是每個人大人小孩都會有所謂的童心 所以說其實任何的大人也好小朋友也好去看到這樣的一個作品應該都會很滿喜歡的 對 所以您主要的作品就是剛剛有講到一個比較寫實然後還有就是這樣比較童趣的作品 嗯 是不是就主要現在方向是這個部分 對 嗯 是 那我們是不是也來看一下這個影姿的作品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說這個一個人是藝術家很難得 但是如果說是一個家庭夫妻都是相關的這個藝術創作我覺得這個更難得 而且呢其實互相的我不知道說您兩位有沒有在做作品的時候互相哪里激盪還是互相怎麼樣激發彼此的這個創意或是彼此的這個創作 這個是您的作品 這個是太太的作品 對對對 那是不是請影子來跟我們聊一下說您的作品 這個作品呢 它是 嗯 你可以看 猜想到它是什麼嗎 花 花嗎 一個 這個這個是嬰兒嗎 是嬰兒在 被被被 被 怎麼講就是 呼籲還是被這樣生長 是不是 對 嗯哼 那個 就是 這是一個女人的故事 OK 女人懷孕生產的一個過程的故事 嗯哼 然後我 就是因為生產 呃 的懷孕跟生產的過程 我覺得 那個 這個對女人來說是一個非常的 也可以說是很特別又很震撼的經歷 可能以前對懷孕結婚懷孕後很多的幻想 但是實際經歷了以後發現真的是相當的辛苦 對然後 嗯 嗯 這個 這個 紀錄 這是紀錄 就是 我 懷孕的 時候 第一次 去產檢的時候 發現到 我有 子宮肌瘤的問題 其實 後來我才知道很多女人都是這樣 那我當然 第一次聽到就嚇到了 會擔心說 欸 會不會對胎兒的發育有影響啦 對 所以整個懷孕的過程都非常的緊張 對 再加上我的 也算 是30多歲才結婚這樣子 那 這過程 就是 我就是 我就是 呃 這個 部分就是 在子宮裡面可能有我們很多看不到的一些問題 但是 是我們 在 女人在懷孕以前 是不會去注意到自己的身體 尤其是子宮的部分 是 對就是很 都是注意在 學業啦 或是工作啦 好 然後 不會去注意到自己身 身體內 深層的部分 那麼 懷孕之後才第一次發現 然後 增產之後 又經歷了 呃 比方說月子啦 或者是 呃 身體的恢復 呃 體質的轉變等等的 都是在 懷孕 生產之後才 開始注意到說 欸 身體原來會有這一些變化 對 然後 那我是 就是 紀錄的 其實 畫這個部分就是 它是一個 胚胎的狀態 那 胚胎的部分是 其實 其實是很 也是很喜悅 但是也有那種 比較擔憂的部分 就是這種 荊棘的部分 嗯 然後 那這一個花呢 它代表的就是 女生的那個 月經 哦 花代表是 月經 是 可是你用比較一個 暗會 隱會的方式 對 然後這就是 女人的子宮裡面 它是一個 生生不息的一個 一個 生命的泉源 對 它很像一個宮殿這樣子 嗯 然後 呃 那個 它 小孩子出生了之後呢 就是 這個子宮外的部分 就是 是一片海洋 對 那 那它 就變得很寬闊 那它原本是 依附在我的肚子裡 的一部分 但是它出生以後 它就變成一個個體 它要 去 尋找它 它的人生 這樣子 就天地 水它遨游了 對 那 我這為什麼這個 激流的外面 有彩虹 對 這也是一個 奇妙的 這也是一個很奇妙的 一個 有點像 隱喻 因為 我畫完這一張畫之後 再去 複整 我畫彩虹是因為 我想要給我的 這個 激流祝福 對 讓它得到醫治 那 沒有想到這個畫 畫完了之後 我再去檢查 那醫生跟我說 它的範圍變小了 變成1.5公分 也就是說 對於我的身體 沒有影響了 我覺得很奇妙 哇 那我之後 很神奇耶 對啊 聽您這樣說 是不是您的觀念 很正向 反而就 也讓您的身體 就跟著您一起正向了 我也不知道耶 其實我有時候也蠻悲觀的 嗯 但是有的時候畫畫的時候 會 就是 好像自己就是會 被 被這個 透過藝術 被這個藝術給祝福了 這種感覺 療癒 嗯 然後我後來也為了這一幅畫 做了一首曲子 是 對 對 其實我們剛剛有提到 是說像 您 兩位喔 其實不只是這個 藝術創作 就是畫畫的創作以外 也有 做一些公開演出 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是 兩個都很喜歡唱歌 嗯哼 是好 來 其實我發覺說 兩位的這個畫作 這個創作其實 風格算是蠻 不能講兩極啦 但是說其實風格有一點不同 就是說 其實 癮織比較擅長的是這個 很多深層意涵的一些創作 生命的故事 對 那這個我們的這個 俊穎 他您比較就是 很鮮豔 強烈的這個 不管是生命啊 或是說就是觀察 您的就是觀察非常細微 那另外您有講到是說這個 也有歌唱的創作 是不是 可不可以稍微跟觀眾朋友聊一下說 好像之前也有公開的表演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我們兩個其實有另外一個分分 就是解頭藝人 對 那 就是 就是吉他彈唱 是 對 那我們 平常 雖然說在淡水我們還沒有公開演出 搞完以後就 就擺著了 因為事情太多了 對 然後加上有小孩 對 然後 所以基本上 大部分都是由古蹟國務板這邊 或者是由我們所認識的 像重建街 創意市集 或者是 或是福隆飯店這些有邀請 那我們就過去唱這樣子 了解 對 那像之前的七夕 福隆飯店的那個七夕 情人節 還有跨年 然後 還有古蹟博物館找的 最近的是 元旦升旗 還有中秋節 對 都有在 像紅毛城啊 這些古蹟的地方演出 是 所以一方面您彈吉他 那 這個太太這邊是 主唱 對 主唱 其實我們都能彈 都能 有時候也會自彈自唱 嗯 是 然後我也 我覺得淡水這個地方的 文化也給我很多熏陶 然後讓我 從一個愛唱歌的人 然後 變成一個 慢慢的走向音樂創作的人 然後 那 我就會 像我有參加西子帆的 傳說的演出 然後在裡面認識的 裡面的 一些演員啊 那 那 西子帆的 阿嬤 然後我還為了他 就是 寫了一首歌 要送給他 然後現在還沒有公開過 OK 好 好 很希望說看哪一天的時間 是可以讓 呃 我們這個馬花卷 兩位 而且三位 就是三位的這個 用愛來這個 卷在一起的這個 藝術創作的創作家 不管是 呃 油畫的創作啦 或說這個是音樂的創作 其實 這樣聽起來其實非常難得 而且 呃 兩位其實本身來講都不是 淡水人 可是現在 看起來比 淡水在地人還要淡水在地人 因為你看像這個 俊儀他可以在各個大街小巷裡面來做一個寫生 然後透過他的觀察 來把這樣子我們最獨特的一些 呃 街頭的街景給畫作出來 其實我想這些都是非常難得的一件事情 那 最後一分鐘簡短的時間是不是也講是說 呃 接下來還有什麼樣的一個創作的一個想法跟 呃 概念 接下來 其實我們在淡水 第五年了 呃 對才五年了 是 短短五年 其實接受很多人的幫助 那為了要很快速的融入淡水這個地方 我們也 呃 加入了很多這邊的團體 嗯 像是重建街的創意市集 是 就是當在地的一些團體 然後還有古蹟博物館的活動 那 藉由這些活動跟這些人 嗯 這些 應該是說對淡水呢 很有影響力的人 那 來 接受他們的恩惠 那我們才有很多很多的養分 可以去做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那 接下來的這個計畫就是想要 做一個 嗯 人像的計畫 嗯 因為我還沒有畫過人 OK 對 那 那我們 呃 這一次的就是以我 我所認識的淡水 比較有影響力的人物 嗯 嗯 去跟他做一個專訪 OK 然後把它畫下來 OK 畫他的 笑臉迎人的感覺之類的 就是 就是很 就個紀錄 人物的紀錄 對 人物的畫像的紀錄 然後把它做成一個牆 把它弄到這裡面 對 就是把把每個人 縮在25x25公分的畫布上面 是 然後弄成一道牆 這樣子的有趣的作品 那我們 然後他卷就會在中間這樣子 對 屬於是一個比較感謝的一個作品 對 聽起來是非常的值得期待 而且也是非常工程浩大 至少也也是需要一段時間的一個創作 不過我想我們是都非常值得期待 因為不管怎麼樣 用文藝的角度 用在地的關懷的心來做出發 我想這些作品一定是最能夠感動人心的 那今天真的再一次謝謝 因為我想這個動動已經快要坐不住了 那也真的非常感謝我們馬花卷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那我們希望好所在 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囉 感謝你 掰掰 掰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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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東東 謝謝 可以嗎 這裡面就有沒有看到 那你會不會唱喔 謝謝 謝謝 沒關係 可以嗎